Hello,大家好,我是宇宇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由ZenFone 5的1080P 60帧所录制的画面 收音是直接由内建的麦克风所收音的 那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就是 我在录影的时候,它出现了两个场景 一个是文字,可能它侦测到后面这边有文字吧 那另外一个是脚架模式 它有侦测到它人在脚架上面 不是人,它机子在脚架上面 这部分原来它不只一种场景 它可以同时很多个场景进来哦 好,那在这部影片里面呢 你会看到的有针对录影跟拍照 以及防手震等等的一个测试 好,那我先讲一下 等一下你会看到录影的部分 有白天行走中的录制 那这部分录了4K 30帧 以及1080P的30帧与60帧 还有夜间行走 那夜间行走因为我要录4K的时候 刚好就下大雨了 所以我就没有录到4K的部分 那所以我录了1080的60帧跟30帧 那还有室内定点的拍摄 那室内定点有4K的30帧 以及1080P的30帧跟60帧 还有前镜头的1080P的30帧的一个录制的一个情况 以及白天室外前镜头的录影 这个也是1080P 30帧的部分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室外的一个收音状况 在有环境音以及风的情况之下 它的收音状况到底是如何的 然后去观察一下这个画质以及它的防手震 那最后我会做出一个总结 就是包含它防手震的运作 以及它帧数对于光线的影响 还有低光源下它预览的画面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这个我会摆在这些影片播完之后 我再去讲它 那之后我会再介绍美颜录影跟拍照的部分 还有它的一些注意事项 还有后面拍照的部分呢 我会介绍AI的场景 还有HDR的表现的一个情况 那照片的部分呢 也会有逆光的拍摄 以及这个日间跟夜间的一个拍摄 就是实际拍摄出来的照片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这是1080p 60帧的一个录影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昏暗的室内 录影的时候的画质表现 好 这是1080p 30帧的录影的一个画质表现 在这个室内比较昏暗的环境之下 好 现在呢测试的是前镜头的1080p的部分 那因为它只有30帧所以没得选 那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它会测光测在我的人脸上 会测在我的人脸上 对 那后面的部分表现我觉得也还OK 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好像也是比较清楚的 好 然后呢 我现在去试着看看能不能用触碰萤幕的方式 去调整它的侧光 好 比如说我现在后面是过曝的 对 好 我看一下能不能点一下之后呢 哎呦 它可以 它可以透过这个点击 去调整这个侧光的部分 好 那我现在讲话距离大概是一只手臂的距离 就是从我到机器大概有一只手臂的距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情况之下 然后我的音量是比平常聊天再大声一点点 可能有点上台报告的那种音量 可以听一下这样它的收音效果到底是怎样 好 所以刚刚这些是室内跟室外的行走钟 以及定点的拍摄一个结果 那我来说明一下它的防手震 如果你有特别注意到的话 你会发现在这个夜晚的行走那里 1080 60帧跟30帧都是采用光学防手震 那世上光学防手震这个东西 它主要是在拍照的时候 比较有用 那你在影片录制上呢 其实效果不大 但是没办法 因为在夜间的时候 如果使用电子防手震的话呢 它会导致效果比较不好 就是录出来的画面会比较不好 所以呢 这只手机它会自动的去判断 依照光源的一个强弱 来去选择用哪一种防手震这样子 那我个人是觉得如果单纯只有OIS防手震的话呢 是帮助真的是不大 那这个1080P有30帧60帧跟120帧 那我有发现就是它是固定 它的帧数就是完全固定住的 然后快门的速度 它也维持在一个一定的范围 所以它反而是针对ISO的部分去做调整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呢 光线的明暗度是有差的 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影片 你可以看一下30帧60帧跟120帧 然后在这个录制的时候 它的同样的一个地方 它光线的变化 好 虽然说呢 它的变化是这样子 但是在你按下录影之前呢 你是看不出来它会是怎样的暗度的 因为在预览的时候 它使用的是降低快门的速度的方式 所以你在这个画面上面看到的呢 它会是一个比较明亮的画面 但你实际按下录影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式 就是真的要录出来的那个画面 那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 因为它都有这个防手震的部分 那我有测试了一下就是 它的防手震在左右 就是如果拿横的录制的话 左右的部分呢 是不会裁切的 但是上下的部分 就是上面跟下面的部分 拍照跟录影 如果你的拍照你是选4比3 就是1200万画素的 12M的那个模式的话呢 那它的上下就会有裁切的部分 就是你看到的 跟你按下录影之后 它开始录的画面会不一样 如果你想要在录影前看到的画面 跟按下录影键后看到的画面 是一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拍照的部分 旁边有一个模式 就是几比几的模式 它会写4比3 你把它改成16比9 改成16比9之后呢 你看到的画面 跟你按下录影键之后 所看到的画面 就会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的话在取景如果一开始就要固定 你没有想要做太多的剪接跟后置的话 你想要一开始拍摄的时候 就是一个正确的位置的话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 这是这里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照片的部分呢 我就放几张在我们这个店外面 随意拍的一个照片 给大家去看一下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一下其他人拍的照片 因为我没有用它的专业模式 我全部都是使用全自动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是最接近一般人去使用 就是拿起来就拍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你是使用专业模式 有去调它的参数的话 是可以拍出很棒的照片的 我甚至有看到人家用它来拍营火虫 对 营火虫 然后它拍了好几张之后把它叠在一起 真的是也非常非常的厉害跟壮观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美颜录影跟拍照的部分 好来介绍一下美颜相机的部分 那首先呢 这里有一个美颜的部分 那因为我要看萤幕 所以我没有办法看镜头 好 这个美颜的部分 点下去 它就进到美颜相机里面 那美颜相机呢 上面这里 这个地方 它可以开选项 点下去 就会打开有很多选项 最下面这个是一键美颜 OK 这是全自动的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是调整肤色 我只要在上面滑动 点到了再一次 我在上面滑动 OK 它就会改变我的肤色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偏白的肤色 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室内可能会比较不准一点 然后 越来越红 比较红润的一个肤色 OK 所以可以自己调整 然后第二格 这个是柔肤 我们先从0开始好了 这是0的部分 我现在把它拉到5 近一点好了 这是0 这是5 这是10 这是柔肤的一个部分 另外呢 还有像是美白 美白的部分 这是0 5 10 然后还有大眼的部分 大眼的部分 眼睛可能要拿掉才看得出来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OK 这是0的部分 然后我 我等下看萤幕 这是0的部分 然后把它调到5 5是这样子 然后10 有没有眼睛变得很大呢 应该有吧 OK 这是大眼的部分 另外最上面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是瘦脸 最上面这个是瘦脸 所以我现在有的脸 其实我脸很胖 就是圆圆的这样 我们试试看把它调整一下 瘦了瘦了 天啊 这功能我超喜欢的 太棒了 以后拍照就用这个拍了 对啊 看一下 变瘦 立刻瘦立刻胖这样 功能不错 我喜欢 这是拍照的部分 它这么多功能 只有在拍照的时候可以用 那如果你要录影的话 平常的话是按下去就录影 但是在美颜模式下 没有 美颜模式下 你点了这个之后 它不会马上录影 它会跳到美颜录影的一个区块 那在美颜录影里面呢 你就只有两个可以选 一个叫做柔夫 另外一个叫做美白 其他的是不能选的 OK 这个灯泡是什么 看一下 环境光 不管它 好 所以它会自己判断 就是现场它发现有黄光 然后 可以把它消除掉 那不管 反正美颜的时候 你只有这两种可以选 或者是你就全自动 好 那在美颜的情况下 露影呢 它是没有防手震的 而且它会降到720p 那因为我自己有稍微看了一下画面 就是没有说非常的流畅 所以美颜录影可能就是直播的可能还蛮方便的 如果真的要录成影片放到电视上面看 就会比较不适合一点 现在看到的是美颜的录影模式 所以应该有加入一点美颜的功能 美颜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有防手震 我到时候影片再看一下 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对焦的速度 前面这有一罐黑芝麻豆奶 我现在先对焦在这上面 然后我们再去对后面这个点 这个叫做脚底按摩的部分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要点下去 那你们可以看到我点下去的 那个瞬间跟它对焦完成的一个速度 大概是这样 再一次我再对回去原本的位置 所以它对焦速其实算蛮快的 点下去之后一下子就对好了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 如果我现在拍这个花的话 然后它的左上角就有出现那个花的部分 好我先让对焦点都在花上面 好在左上角主镜头下面有一个花的图样 那就是它已经侦测到你要拍的是花了 对像这样 好然后如果把它往下一点 我们让它对在叶子的部分好了 OK 然后它就会侦测到你要拍的是叶子 然后就会把它调整成适合叶子拍摄的一个颜色 一个色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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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评测就到这边咯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拍照的部分 HDR的效果真的还不错 那今天我有努力少讲点话了 希望呢 这部影片可以让你们对这个RAMF5有更深的认识 我是宇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